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多内容 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业态 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今年以来 上扰广信区以优化行业营商环境为抓手 用心用情 持续激发文旅发展潜能和活力 后赔文旅产业发展卧图 为持续推动市场主体发展 广信区推进汇企政策落实落细 在今年6月 发放惠名旅游月文旅消费券活动中 时光帕克商业文旅街 共收到惠名旅游月消费券40余万元 这让企业真正享受到了政策的红利 帮我们店里的营业额增加了 然后人流也上来了 人气也忘了 感谢政府真金白银给我们帮助 消费券对整个消费的拉动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尤其是对我们整个餐饮业台来说 敲动消费可达到4倍 整个6月我们时光帕克的整体销售业绩 同比是有增长了一个40% 客流的话同比是提升了60%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以来 广新区文广新旅局全力推动放管服改革 梳理出行政许可21项 其他行政权力26项 全部进驻政务大厅 实行最多跑一次网上办理 大厅窗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 努力做到企业和群众办事不求人 对项目持续进度呢 还有问题解决进行实时的消耗管理 全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服务的水平 协助文理企业申报贷款 为企业纾困简难 举办各类促销活动 今年以来发放文理消费券 170余万元 可以说引爆了全区的文理消费市场 临近国庆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有着近500年历史的南安板压 也进入了销售旺季 订单源源不断 秋分刚过 一排排经过初步加工的南安板压 正享受着天然亮晒 在阳光的照耀下 泛着一层金黄的油亮光泽 工人们正忙着对板压的造型进行处理 不时调整晾晒过程中的角度和密度 确保每只板压每处压肉 都能够精确完成晾晒过程 有最佳的口感和品质 我们的大宇南安板压 是采用干地的大腻麻压 经过18道工序 尽量晾晒制作外层 南安板压造型扁皮 轮廓桃圆 表皮奶酪色 实脂皮酥骨脆肉嫩 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其论可 宁静国庆假期 我们也接到了大量的订单 正在加班加点生产 保值保量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大鱼南安板压 是我国传统四大板压之一 历史悠久 传承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其严格的制作技艺 也成为了将其省级非物质遗产 近年来大鱼县充分发挥品牌优势 大力发展南安板压等农产品精深加工 实现了文化保护传承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有效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9月26号 九江市首条城市高架快速路九江收费站 至庐山索道断通车 新建快速路系统工程一级项目 是九江中心城区第一条高架桥快速路 是联系九江中心城区 柴仓区 巴里湖兴区 高铁兴区的一条快速交通廊道 日前 2022香干边平江市首届垂钓大赛 在平江福田镇红渝文化村举行 干乡两省两百余名垂钓爱好者参加 经过激烈角逐 湖南选手摘得冠军 亚军和季军被平江本地选手斩获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